城規會近日就高球場的規劃舉行公聽會 球場的去留再次成為城中熱話 反對收回高球場的人士近日提出的理據毫無新意 早前的土地大辯論已經討論過 政府無可能根據這些舊文章改變收地計劃 但就事態發展來看 爭取保留球場的行動漸漸演變成鬧劇 首先高球會找來沙特亞美石油團隊系列賽事代表出席公聽會 公然威嚇成規會和香港特區政府 只收回球場可能導致10月的賽事取消 政府沒有可能為了一屆的賽事 就放棄12,000個家庭的永久居所 高球會主席又只舉辦國際賽事 一定要有至少3個18棟的標準高球場 才能成事 缺一不可 然而 每年舉辦高球四大滿冠賽事之一的名人賽場地 也只有一個18棟的球場 反對收回高球場的一方往往把支持收地者 扣上仇富心態的母子 對比西方社會 香港市民更加接受貧富懸殊 空置豪雜不會被露宿者霸佔 名車泊在街邊不會被人刮花 社會極少有仇富言論 不當的言論只會激發社會分化和階級矛盾 不者近日和身為高球會資深會員的朋友交談 得知球會管理曾對成功爭取撤銷收回部分球場充滿信心 朋友指高球會會員多視政商重量級人馬 對政府施政有極大影響力 估計高球會先會對收地或承規會的決策提出法律挑戰 拖延收地行動 然後再由政客中的會員發工配合 若果兩三年後留價下調 便以市道調整和避免訴訟為藉口 逼政府取消收回球場 事實上 政府很多政策需由行政會議批准才能執行 而高球會又有不少會員為行政會議成員 其召集人早前更不被嚴公開指出 因為有人反對收回高球場 因此政府就要取消有關決定 如此歪理令人大開眼界 他近日又再為高球會發工 指政府9月收回球場後 10月舉行國際賽事便要向球會買水買電 收回部分球場後再借回給球會搞賽事 水電當然由主辦單位負責安排 何須政府操心? 另一行會成員早前指新加坡有多個高球場 所以吸引力優於香港雲雲 但是新加坡政府近日未經公眾諮詢 便收回馬場建屋 實在給了該議員一個大耳光 不者理解高球會管理層和會員保衛球場的決心 但絕不應該以歪理和虛假資訊誤導市民 近日政府提出北部都會區的土地可直接批租給創新科技公司 根據過往慣例 直接批租土地給私人機構 需由行政會議把關作最後審批 但看道行會成員為了區區一個球會會籍也者摩絕裂 全不理會利益衝突的疑慮 將來批租土地若由他們把關 怎不令人心寒 不者並非強調高球場的存在完全沒有價值 只是社會資源有限 政府必須在幾千個高球會會員的利益和廣大市民的利益之間作出取捨 舉辦國際賽是絕不可以凌駕廣大市民的利益 況且不舉辦國際高球賽 也可找到其他國際賽事代替 疫情前的國際網球賽和龍舟賽甚為成功 政府可以恢復主辦這些賽事 而且近年港隊在游泳 游到和卓球取得優異成績 也可以考慮搞這些項目的國際賽代替高球賽事 特首表示按目前計劃 九月會收回部分高球場 其用自措持為希望保留球場的人士帶來遐想 短期內定必引起更激烈的爭議 不利社會和諧發展 如果以落實的政策 可以隨意改變 一定令政府的公信力傳失 更令市民有富人治港的感覺 對政府日後管治有深遠的不良影響和後果 在此互相見 少年出現 最終虛的